第19题有甲乙丙定四个带电体 经分别测量其上所带的电量 在下列测量结果中 何者最可能是错误的 那么1等于1.6乘以10的-19次方库仑 我们晓得东西带电都是因为得失电子 电子都是整数格 所以东西的带电量 一定是电子电量的整数倍 正电跟负电不要紧 得电子的带负电 是电子的带正电 所以带正电负电没有关系 但是电量的大小必须是 电子电量的整数倍 那么甲呢 正3.2乘以10的-19次方库仑 是电子电量的两倍 所以这个是有可能的 选项C呢 比是-8.0乘以10的-19次方库仑 是我们电子电量的五倍 那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那么定选项是1.6乘以10的-18次方 这是它的电子电量的十倍 这也是可能的 而我们的乙呢 -4.8乘以10的-20次方 是我们的0.3倍 这就不是一个整数倍 所以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第19提问 我们说 在下列测量结果中 何者最可能是错误的 我们答案选的是 是比以-4.8乘以10的-24次方库仑